現場有 有人要發問嗎 那我就趁機幫這個內政部 他好像有一個即時澄清 其實內政部絕對沒有疑問三不知 參加過總統被黑客說的公務員可以請公嫁 失敗也沒有風險 對 所以原來公務員可以請參加總統被公務員 不用 可以請公嫁 然後內政部說沒有疑問三不知之情勢 等等等等 內政部均加以說明好 那 現場 好那這邊有一個說 這個回饋蠻好的說 想像一下你有一個焦慮的主管 天天盯著你的KPI 動輒對你大小聲又不理會你的專業意見 還大你20歲當你是小孩子 你要怎麼跟他介紹OGP 考慮一下年金改革後 很多公務員主管都65歲 退休的40年輕的公務員難為 難道不用先改變這種環境嗎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我覺得 我覺得要怎麼改變 我們來想一下要怎麼改變 85歲已經退休 提高退休年 我很想要回答是如果65歲就忍耐一下就好了 不是明年就退休了嗎 應該65歲就要退休了 公務員主管他是要等65歲 他是說因為他五 我猜是這樣應該是55 他可能本來55歲就會退休 但是因為年金改革只好一直待到65歲 那個可以講一下啦 不過那個你們也講一下嘛 對啊 就是說因為是那個開放政府 那一邊的行政院那邊的民間委員 所以他們現在基本上我們28號開了第一次會 然後我其實是嚇一大跳 因為呢去了以後呢現場來了大概 五六十人以上吧 那五六十人坐在我們對面的 就不非民間的坐在我們對面的 都是這個主管層級的嘛 就是不同的這個那個單位 行政部的單位 然後因為他是院層級的會 然後國發會主委 然後湯鳳 就是全程在那邊 所以其實是還蠻大陣仗的 然後就是真的是每個部會都有提 所以其實如果某一個部會他們應該是要推這個開放政府相關的行動方案 但是你的主管有這麼強的這些難以溝通的部分的話 就像我今天早上說的 offer rate的話可以來尋求這個MSF 不管是我們啦 或者是 該部會被派駐在那個地方的MSF的委員 或者是直接找這個辦公室去做一些 諮詢或溝通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這樣 我覺得阿端這樣講之後 我其實對這個問題我有對重要有回答 難道不應該先改變嗎 應該要改變應該要被解決 可是沒有我不知道 我現在當場沒有辦法想出好的方法 但是不應該漠視啦 不過要怎麼去做文化上的溝通 我覺得民間可以做什麼呢 民間可以提供很多誘因 沒有錯 那其實另外一個解方就是可能不能 沒辦法改變公務員的主管 可能就是要從長官那邊 從政務官 對啊 主管的主管 因為你如果是個小公務員或者是民間團體 你只要直接施加給政治人物壓力 那政治或者是給他誘因 那其實台灣的政治發生改變有很簡單 要嘛就是有選票 不然就是有議員有立委在盯 不然就是有國際組織在盯 就是你做了這個會好棒棒 國際社會會給你掌聲 讓你加入國際組織 那就是三個 那就是說如果公務員的長官 對沒有辦法了解你在幹嘛的話 那就是只好走這些管道 個人這麼認為 那現場有其他的 謝謝 那其實我們很簡單講說 其實有很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的主管不想做 但是如果那個法律規定你是要做的 那你還是得做 就是很簡單 比方說我們應該要政府資訊開放 法律上面不要規定說得開放 只要規定是必須開放 那那個公務員 再小的公務員 都可以要求他的主管開放 所以這個是完全是 你要給他足夠的力道 他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像剛剛提到那個 比方說採用那個 用開源軟體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大多數的學校 大多數的政府機構 都還在用商業的那些文書編輯軟體 那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沒有任何規範 限制他不可以採購 然後他的主管覺得說 我這樣採購 省很多麻煩 不用去溝通 那那個很小的負責 這個推動這個業務的公務員 他一點力道都沒有 因為沒有任何法規規定 他可以跟他的主管說 你這樣做是錯的 我們應該要用開源軟體 那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從法治面上面 多給一些力道的話 他可以克服那個主管的那種 剛剛講的那些 大家覺得他的想法 已經過時了等等這些問題 好 很謝謝補充 那現場的朋友有 其他這個問題嗎 還是接著看那個問題 做另外一個補充 其實民間有一個參與的方式 就是政府裡面有一些機制 那比如說 專家會議這件事情 像剛才有提到開源軟體 那小弟我去年覺得 對整個政府開放最大的貢獻 就是我在一個專家會議上 跟他講說 麻煩你下載檔案改成是ODT 不要是Excel這樣子 然後就被列入會議紀錄 那不過這件事情會變成說 到底誰可以進到那個會議 誰會被邀請 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那我覺得我能夠在那個場合 是有點運氣運氣 那有沒有辦法讓 真正實際在民間有這樣的經驗 跟有這樣的力道的人 能夠進去那裡 而且最好是他們講的話 是那個政府能夠聽得懂的 我知道有些民間委員 進去那邊 開始會講了半年 公務員不知道該怎麼進行 那會不會有需要一些方式 一些不管是 不管是一個人才庫也好 還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能夠就是有中間可以協助溝通的人 來幫助媒合需要的長官 跟可以發表正確意見的民間團體的人員 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好 感謝補充還有其他朋友 如果可以帶動像是社群治理的方式 進入公部門 比如說如果公部門的朋友想要 他們想要自己發起自己的專案 有彈性的去改善政府與民間溝通之類的問題 比如說像我參加 像我之前去華盛頓特區 那他們的CoverDC其實就是政府有部分的協力 同時跟就是政黨 政黨他們的一些 會有來自國家的資源的挹注 並且跟民眾一起合作 同時像是CoverDC Japan 他們其實也是很大部分都是公務員參與 也就是說公務員的社群 和社群的協議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既然大家都還是初學者 比如說如果其他的國家像美國日本 他們都已經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像台灣可能因為依法行政的關係 可能還是幼幼班 可能還沒有學到那麼多 那麼我想兩位都是發起社群 或者是社群自己的前輩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向或者是提醒 或者是社群自己的技巧 可以提供給想要主動開始發起公部門專案 並且試圖溝通的人去找人 或者是進行社群的組織 其實其實那個比您這個講那個問題很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現在台灣已經有這個 政府裡面已經有這個場約 就是總統被黑客送 他們確實在總統被黑客送裡面 他是公務員其實是會去 他剛有說可以請公假 然後他們也會有KPI 然後又可以見到總統 所以那個其實公務員在我瞭解 因為我們今年有幫忙辦了工作坊 所以那個所以其實是有一些公務員 他有motivation 他可以去他可以在那邊提案 然後跟民間一起合作 但是大概就是這樣的場域 那這個場域其實剛剛那個陈山仁蘭 吳政所大使還有唐鳳唐 唐政偉都花了很多力氣 在建立這個場域 那我覺得現在今年應該是已經第三屆了 好像我覺得明年應該還會持續辦 所以我覺得民間也可以再多一點 多一點人更多參與 然後讓這件事情 讓公務員有正向的回饋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是 就是利用現在已經有的場域 我們再去天火柴火 比去開一個新的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個 總統北黑客宗 是一個我們可以再多投入的場域 那其實GTV有很多專案會有去 像那個資料小幫手 還有那個哲偉他最近在推那個種樹地圖 對對對 那個就是都還蠻不錯的 那講到說藉由縣有的場域 我就想到因為我就是 這次要來參加工作訪 所以就有縣翻當初前輩們 出訪參加OGP 就是開放政府夥伴聯盟年會的回國報告 然後第一次有寫回國報告是2016年在那個巴黎 然後當初寫的人是 就是開放政府觀察報告作者之一 美軍 然後他就是有四個很重要的那個結論 然後其中一個他就是在他的觀察 就是覺得其實各國政府或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既有的專案還有KPI當中 找出公部門跟私部門交疊的地方 然後再建立在那個地方上面去做創新跟提升 所以我覺得一直開新的轉案 對公部門來說應該也是太難想像 或者是因為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業務 再加上一個業務再加上一個業務 並不是說他可以放棄掉本來的業務 所以可能真的比如說 從今年才第一次開始做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其實的確可能都是必須先奠基在 他們有在做的事情上面 找到民間可以加進幫忙的地方 然後看怎麼樣讓他提升 對 開放政府的民間委員有一些建議 就是你們就是在做的時候 是沒有可能去回顧他們之前已經做的 對 我不知道 因為行政院就是剛才有人有貼了現在的簡報 就是到底有哪些部會有參加 應該是說因為行政院就是 這十幾個十六十七十八個方案 就是負責部會很多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民間委員 他的專業不在這裡 就是我很難就是馬上可以理解他過去做了什麼 然後哪些是弱點哪些是強項 所以的確還是都必須先靠 承辦人員先提出相關的 他們做了什麼他們現在要在哪裡加強 但是其實我也是對目前的開放政府這個行動方案 困惑是我不確定民間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參與跟加入提供意見 然後因為比如說 像開放國會現在的流程 已經在那個游錫坤院長臉書公開的草案 然後一直到11月8號之前民間都可以回覆意見 所以大家還沒 就是從來沒有點開過游院長臉書的人 記得最近要去點開一下 你們就可以看到那個連結 對 我在講對就是開放國會的草案第二版本 其實第一版本已經開放大家看過以後 第二版本這一次又上線 請大家再到游院長臉書或者是V Taiwan裡面去做回應 就是你可以看到最後會Final的東西 那可以啊還有機會可以提意見 那我覺得開放政府也應該要這樣做啊為什麼 不知道因為可能就是從去年 比如說他們有開啟一系列前期的規劃 感覺都是先找比如說對這個議題 他們平常就有在接觸的民間專家 我覺得這一方面也可能是他們比較熟悉 知道該怎麼處理的方式 那所以對我來說都是先以了解公部門運作 然後民間怎麼可以配合為主 可是要怎麼加進 比如說大家都這麼關心要怎麼參與這過程 其實也是我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子 的確是我要去參加28號的那次會 我才看到這些東西 我才知道有這些東西被寫出來 以及有一些是從就影平台上面在找的啦 所以就表示他們也是多少有去做一些諮詢啦 公開的 只是可能宣傳上沒有 那我們明天會有一些 針對OGP的一些標準來做一些討論 那另外就是我覺得可能到12月 到11月底這個Final之前 的確還是有一些時間 那包含說我們現在可以去積極的建議 這些部會在討論這些行動方案的時候 他應該要諮詢哪一些類型的人 或是特定的組織或者是一些專家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趕快寫信給Lulu或者我或者是蕭威 我們趕快去推進 這是公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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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是公開的 對 這個是貼在 這是國發會的 好 然後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明天下班前應該是可以推薦一些名單 進去說 欸 法務部你討論這個的話 你應該至少要找到哪些團體或什麼 那我想他們也不會那麼硬 說一定要明天啦 但總而言之如果大家有一些意見的話 這個是可以再去 然後另外針對就是這個裡面的 就是承諾事項的細節的寫的 就是他們有吵你了 那我們明天也會多討論這些 其實應該怎麼寫 所以他們還有一些時間再去 Refine它 所以我覺得就歡迎大家 在這個時間點多提出一些意見 那我們盡可能看說是不是 因為他們想要趕在12月 讓院長去簽合一些承諾 那就是說在那之後 有一些東西可能在開始執行前 你還會有一段政策研究 跟到底研究它具體要怎麼做對不對 那個時候還可以再把整個坑挖成更 符合民間或者是公務單位的期待 所以但是至少這個階段 先把這個頭跟這個 整個大致的形狀輪廓先化出來 那我會建議OCF其實應該寫一篇 把link釐上去 然後整齊意見 我之前有寫過一篇 這有協作精神嗎 這有協作精神嗎 這有協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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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說我之前有寫過一篇 可是在上次會議到這次工作坊中間 太忙了還沒有空間 那如果有人可以投稿 有人可以投稿的話 你說為什麼我建議OCF寫 而不是我寫 因為我不是民間委員 我寫了還要再丟給路路 旁邊上我也是民間委員 民間委員每個人都同時發一篇 就被臉書認為是那個 關聯性的假資訊或是 對啊 因為現在這個徵集意見 感覺只有開放給 開放政府這一part的 那個徵集意見資訊 感覺只有開放給民間委員回覆 他沒有就是他有公開 但是他沒有說他要徵集意見 所以民間委員可以自己徵集意見 才去反應嗎 他沒有給一個 對他沒有給一個管道 所以其實公民參與的管道 就是透過民間委員 這一次這一屆可能是這樣 那我希望以後不是這樣 我只能這樣講 目前是這樣 對你們就是管道 所以阿專趕快貼一篇 我快要寫出來 現象就是開放國會跟開放政府 可能有點 知道 互別苗頭啦 所以 沒有嗎 所以就是大家 不是啦 就是兩個院長可能就是 覺得互相看 對方在幹嘛 看一看 所以就是互相 互相 沒有嗎 沒有好沒有 不過總之呢 我覺得這是好事啦 反正因為 開放國會比較小 因為是院內的行政事務的一些開放 那比較 比較 比較敏捷 那開放政府是有關於我國 這麼龐大的公務體系 所以會比較慢 那各有各的難處 所以就是 怎麼樣在互相激盪 然後互相抵立的情況下 一方面能夠 促進行政院 就是 更加開放徵集民間意見 那另一方面也讓 國會這邊 就是 開放他們的scope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棒的激勵 所以 對 好 這最後10分鐘 現場還有沒有人 不好意思 我還是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 其實 就是像剛才公務員在講說 基層公務員 如果上面不動的話 下面很難從 就是 upside 就是 bottom up 對 可是其實就是 希望大家盡量參與民間的組織 就是支持民間的組織 就是支持民間的組織 然後參與各種相關的社會議題 可是 就基本上像我們OCF 開放文化基金會 在這個議題裡面耕耘很久沒錯 可是現在就有一點變成 所有的事情都丟到我們頭上 然後我們基金會錢不夠 人也不夠 所以 就是像這一次 我們做這個開放政府工作 培力工作坊 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然後 開放國會也在跑 開放政府的委員會也在跑 所以 因為其實 我們是真的 然後很多單位 一直來招我們 當做那個 開放資料諮詢小組的委員 我們會一直 就是我們有在努力 想要把這些資料往外推 可是因為真的 現在在台灣 有在做這些事情的民間團體 還是太少了 所以我們業務也很難分出去 然後我們也 就是資源不足 所以其實相較 就是同時 我們也還是會希望可以有更多民間的單位 或是就是一般的人民 或是甚至基層的公務員 如果有願意跳出來 更多的支持 就是不要只支持我們 可以支持更多人 一起來做這件事 是會更好的 一百塊嗎 這時候應該要打出那個募款連結 在這裡 我是覺得就是 因為現在初期參加開放政府相關的 還是以比較知道公民科技 然後比較有在長期參加OGP 那當然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其實在這次工作坊 我們也都有去邀請 不是在做這些的其他民間夥伴 我都有寄邀請給他們 但是我覺得他們還太難想像這件事 跟他們平常在推的議題有什麼關係 那比如說如果我親自去問他們 他們其他可能做環境議題 或其他別的議題的夥伴會說 我做我的議題都來不及了 我去做開放政府根本沒有用 等他們改好政策改好體制 我這邊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他就會直接放棄掉這一塊 有些民間團體可能是這樣 可是如果開放政府 因為他要公部門跟私部門一起往前 那就不能只是只有某部分的民間一直在投入 因為一定會燒完 所以就是可能在這過程當中 不只是公部門的賠力 我們也要想一想要怎麼 賠力更多民間的團體跟人力參與 那這件事才會這三年這四年結束之後 再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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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下去 好最後一個現場問題 他先了 好最後兩個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剛才你提到那個廠商中立 然後我想問食物上面 不論是國外或是國內 你判斷的可行性 除了一個資訊專案的程式碼的公開之外 它有沒有可能包含資訊專案 它過程中的一些技術文件 例如說可能前期的使用者的研究 系統分析、系統規劃 或是後面的維護 或是一個大部分民眾會上網查的那種 就是那種網站資料掛集背後 可能有很多跨局處的資料 要來要去的串結 對那些都是有很多的文件 那基本上那些文件都不是程式碼的長相 對那想問食物上面 這個廠商中立是否包含到非程式碼的文件公開 那第二個問題是其實是延續 其實第一個問題是為第二個問題在鋪陳 因為我自己不是專門做資訊專案 我其實就是借過政府的一些偽辦案 都是在做其他的專業服務的勞務採購案 那所以我很知道政府在包括 例如說地方的事務上、社區的事務上、社府的事務上 很多的那些勞務採購案裡面的文件 都是對民間要推行很多公共議題 很重要的參考的資料 對那如果說在前面的那個第一題就是 一個開放政府的實務上 可以除了開放程式碼之外的各種文件 那是不是能夠類推到 非資訊專案的勞務採購案 是不是也可以比照辦理 對那因為我以前自己在研究這件事 我以前自己寫過一個報告 然後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可不可以把它隨便的分享給別人 因為那是政府甲方採購 合約都會寫說什麼他有所有的權利 對然後我就一直蠻好奇這件事情 然後對我之前 例如說像那個政府的公開 政府資金公開法裡面其實也會寫到 受政府機關委託的法輪級團體 也是適用這個法律 對所以就是不知道在開放政府的推動上面 未來會不會能夠去涵蓋到這件事情 因為這對全民的所有想做行動的人 都是很寶貴的知識庫 謝謝 謝謝 喂 我的問題是延續剛剛那個 民間參與的部分 但是其實主要是問大家 就是說 就是覺得 除了像今天的這個活動 或者是這兩天這個活動之外 有沒有大家覺得什麼樣的形式 或就是後續怎麼樣去 engage 更多 不管是你自己或是關心這件事情的議題的人 或是我們怎麼再引爆更多的團體進來 因為民間委員大概就是這十幾位 然後有的是學者 就很忙的學者 然後專家 各式各樣議題的 那有一些是NGO的 那我們在怎麼樣在就是 真的是把我們當成工具 然後是把這個資訊裡外的就是在擴大 我覺得這個是 尤其是因為今天我們本來是蠻期待說 有很多更多民間的MSF委員會來參加嗎 那發現好像沒有的情況下 那我就會就是有點擔心 然後也會希望說 那怎麼我們把這些東西再往外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的問題 好 那我剛剛回答一下 各位朋友的問題 所以講開放程式碼其實是狹義的 但是廣義的程式碼其實現在在工程師界 其實有很多像你講的技術文件 或者是任何文件 其實都算在程式碼裡面 所以就像你講的 如果不是科技的標案 其他的勞務採購 但如果政府願意走這個開放的這個 這條路的話 其實應該就是會期望他們要一律都開放 那這樣就是不但達到科技廠商的中立 也可以達到一般廠商的中立 那當然是我們心中期許未來的走向 對 就是我覺得剛剛阿端說的這個 如果其實就是你要 engage更多的公民進來 那第一個大家都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現在我覺得可能第一步都還很難 對不對 那開放國會的經驗就是 其實阿端也很清楚嘛 Freddy他做了那個找網紅做了直播 我不知道這個你有沒有可能做這件事 那如果這個不是你啦 你找人啦 你也可以啊 說不定你變網紅 對啊 你如果唐鳳正偉 他為什麼這麼早走 對 如果AU他願意做一場說明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效果完全不一樣 他做一場說明再加上 V台灣把這些東西上線 同時讓大家可以feedback 那我覺得你當場就會有非常多的意見進來了 我猜 有一種隔空推坑的感覺 我可以去跟Freddy講 誰要去跟U講 我可以去跟Freddy講 誰要去跟U講 其實從一開始在做開放國會的時候 其實從一開始在做開放國會的時候 我們的很重要的目標就是 不是出來的沉默事項是什麼 而是過程裡面是開放的 你如果過程不對的話 我覺得過程沒有做到 在我們有限的資源下能夠去做到 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更多意見徵集的話 我覺得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而且我覺得過程這件事 就是應該可以拿出去國外比賽的事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拜拜